第8阶段筹码追追追 那我们先把今天的强股条件的相关股 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 有一些开始有新翻篇的出来 实际上如果以这个量争的股票来看 其实还是不脱几个重要题材 你看包括新能高的部分 在BPU的部分 泰晶宝的议题跟关税的议题有关 然后亚光跟我们所谓的特斯拉电动车 自驾车 镜头我也觉得也最尽高 机器人 以后的机器人是要有眼睛的 不是像过去那种 只是一个固定的 这个都很强 还有包括CPU的部分 你看今天CPU的部分 很多量能出来 可是有涨有跌 好像又有不同的股价的表现 但是我觉得题材不外乎 就是落在这几个地方 好所以这个是从这样的强股条件 已经过滤到这种程度了 而且档次真的不多 现在只剩下35档在所有的均线之上的 所以还是找出族群性 没错 好OK 我就说符合这个出量的前十 22档对不起 所以不容易还可以看出族群性 我们来看外资买超上市的前十名 好实际上当然我觉得上市当中 几个蛮有趣的点 当然第一个航运的部分 像长龙航跟阳明都还入列 那是不是单纯只是说 你说被列入0050 这当然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确实 航空跟海运的部分 都还是有受惠关税议题 紧张的一个关系 那我觉得这两个 其实当然可以持续的关注 不过也是要小心 股价其实都已经来到一个 相对的一个高档 那神达在飙涨一倍以后 停了以后 休息之后 休息好像又要再攻了 那我觉得有时候就这样 小股本平常交易量少的股票 它就比较有机会 就比较有机会 就比较有机会 这个我觉得 有没有再攻的机会 大家还是可以留意 今天也是有初量回来 那另外就是 雅光刚刚讨论的 刚才讨论 那红准的部分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像这一类的股票 一旦涨多压回以后 好像这个外资也会重新 是不是要来承接 那这种可能性也有 但是我自己个人 比较采取一个中性的角度 是说因为毕竟 它的获利好像一直没有跟上 这个部分还是要留意 好不好 OK 好 那这是外资买超的前十名 外资卖超的前十名 好 那其实在卖超的部分来讲 其实高股息 好像有面对到一些调整 我们目前看到是这样 那我觉得联电这个部分 我觉得未来 还是要特别注意 就是在中国半导体产业 发展的过程中 它的排挤效应 可能会把成熟制成相关的 这些金元代工的部分 会把它排挤掉 再加上你又挤不进去 这个先进制成这块的话 其实还是要特别小心 我觉得这个部分 那另外 你看这个鸿海 我们刚才特别讲 那华通 这几个其实都还是 我觉得是不是营收的部分 没有让大家觉得很满意 担心它后续的一个表现 可能是这样 但我觉得未来性都还是有 像星星我们特别看一下 因为星星其实 大家都说它明年的 这个获利会不错 最近股价的部分 就一直推不起来 我觉得跟中国在拓展 这个载版这块 也有关系 好 那我们来看投信呢 你看投信 真的把联电外资 跟投信看出来 真的就是一个 一直买 一个 我们这个换 你看 好 我讲实在话 投信一直买它 因为高股息 那因为一直跌 殖利率就越高 这个就变成一个 很诡异的一种做法了 因为它是被动式 反正你殖利率高 我就一直买 殖利率高 全众就增加 对外资来讲 这个股票 我看的是前景 我又不是在管你高股息 所以变成外资 刚好我要卖 你要买 然后我就统统倒给你 所以这样的一个选股方式 到底对还是不对 我觉得是有争议的 因为它过去是台湾早期 我看30年前就已经引进一些 国际性的基金进来市场 所以那时候代理美国很多基金 那时候很佩服你 那所以我就在想说 这样的一个选股方式 你完全不去考虑它的产业 它的未来 它的基本性的时候 这真的就有可能越跌权重越高 这个可能要小心 那当然投信买这个 股息越高 股息越高 不是 殖利率越高 因为我股息 殖利率越高 对 殖利率越高 权重会越高 这个确实有点值得讨论 我觉得值得讨论 因为这个要讨论下去 这个辩论辩不完 那当然你看金像电机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它基本面 然后散装的部分 然后金融的部分 我觉得确实 因为今年金融股的获利真的不错 五档金融股 因为我跟你讲 真的有很有可能 后面我们买的高股息概念股 如果它没有特别强调 它是只买科技股的话 我觉得搞不好后面会一堆金融 为什么 因为洋金融 就是金融股在涨 洋金融 因为金融股 今年获利真的不错 所以我认为明年 就是2025年 我没有讲错 就今年的获利 明年配息的部分 其实会上来 那现在怎么办 高股息ETF规模 每一档都那么大 那我要买什么 可能金融股 所以这个你可以留意 OK 有五档金融股 没错 好 接着我们来看投信卖超 那对投信来讲 当然 其实卖超的部分 我觉得 跟这个外资可能 有志一统 你看 老AI都被它卖 那几档 基本面还没有上来的 有做了一些调整 但我觉得后续 还是要看到 有点比较像 有点像结账 有点像结账 OK 那我们赶紧来看 这个外资在OTC的部分 那因为上跪的部分 外资其实不是 所谓的正统外资 大部分可能都是主力 或是公司派 所以这里面 我觉得特别讲一档 元泰蛮有趣的 因为元泰 其实完全没有在 所有的主流当中 它自己独树一格 但是我觉得 可以特别去注意 如果外资 背后 可能就背后 特定的资金 持续进来 因为接下来 现在 连续四天买超 因为现在我们政府 已经有法令 通过要推动绿建筑 那跟元泰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讲 大家一直在想说 那个电子纸贴在车上 你不用想了 台湾不会过的 但贴在建筑上 那很棒 为什么 晚上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我就变黑色 那就可以吸热 白天我白色反光 或者说 没有 我其实是想要 多吸一点太阳 我就变浅色 我想要挡太阳 我就变黑色 吸太阳 我想要挡太阳 我就变白色 这个很厉害 这个一个建筑老师 设计师跟你 建筑师跟你说的 我说这个厉害 那这一贴下去不得了 大家未来留意一下 这个概念 当然再回来 所以跟大家分享 对 跟大家分享 产业的一个前景 那实际上当然 就外资来讲 刚才讲到原项 这些其实都有特定的题材 可以注意 OK 那外资卖上柜 闭着眼睛看 应该很多债券ETF吧 外资卖上柜 那实际上 我觉得因为 最近大家可能会担心 殖利率的问题 所以他们债券又做了一些调整 他也卖了BBU 对 我觉得BBU的议题 如果你再仔细去想 不是说BBU不行 而是说 获利的部分 跟股价之间 有没有跟上 主要是这样 OK 那外资卖超上柜之后 我们接下来 投信买超上柜 投信买超的部分 对 我觉得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世界先进也是权重重的 如果你今天 这个半导体会上去 你最上游的 晶圆的材料 应该要跟上 只是比较慢 我觉得蛮合理的 那世界买法 我觉得跟联电的思维 会有一点像 不过张数已经不多了 对 那这里面 卖超的部分 其实我们特别看一下 华星光 我华星光也提醒大家 就是说 当你本比太高的时候 有时候你要注意 这种修正的过程 会比较严重 对 有些涨高的股票 就会经过 本亿比的修正 没错 加上筹码的混乱 这就是市场 所以要从不同的面向 一层一层的来做 这样的过滤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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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